大唐魔道团正在热播 该机由同名魔幻小说改编 主要讲述的是魔道团四人在隐退江湖后 得麒麟者得天下的预言突然横空出现 曾经战涉江湖的魔道团四人 也因此被假冒伪冲 四处以盗取麒麟奖的名义 烧杀抢夺滥杀无辜 作为魔道团的首领 李天不能忍受无端端背负这些罪名 于是召集团圆重出江湖了 这一来就遇上了花灵 花灵本来只是只花妖 和李天的初次见面 就是她化成人的时刻 那天看着满天的花瓣飞舞 从中出落了个机会 那就是李天 花灵至此也就粘上她了 作为一只淳朴的妖 花灵根本不懂人情世故 难民有别 相识第一天就跟李天同屋睡觉 甚至夜里还主动把李天的湿衣服给脱了 虽然李天是个风骚少年 可遇上这么个不按常理出发的人 还是受不住的 醒来看着自己上身光溜溜的 立马就受不住了 像被欺负了似的 对着花灵大声喊道 你怎么相处第一夜就脱我的衣服 结果花灵经收不到正确信息不说 还一本正经的抓住李天道 要不我帮你把裤子也洗了吧 虽然是一部选幻剧 出演的男女主对大多观众来说 也都是伤面孔 不过看了预告 还是有网友很期待 特效看着还不错 比斗破仓球要好很多 想追了 虽然是个喜剧 但花灵其实是被安路山控制的卧底 后期会因为争夺其灵脚揭露身份 和李天的恋情虐得不得了 该剧是由于瑟的监制和制片人 联手打造的第三部作品 虽然没有大力宣传 却还是引人期待的 如今剧情正式开播 你觉得大唐魔道团好看吗